好,现在我们就演示一下怎么样清洗玻璃电极 还有PCB板电极手法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饼桶水 用棉签加一下 然后涂到玻璃电极 这样擦拭一下 你看一下棉签也是比较脏 然后我们再换一个 也是涂点那个饼桶水 再涂点啊一次洗不干净 第一次第二次啊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擦拭 反复的擦拭 擦到基本上我们那个棉签了 没什么脏东西 再涂一点啊 因为呢,胶可能比较难洗一点 我们就可以多次反复这样清洗 这样擦的话就比较平滑 平滑一点 还没有哦 我们看一下 可能遇到那是难洗的啊 我们用那个牙签啊 把它搓一下 因为跟着胶可能固化的比较硬 我们用棉签 不能把它洗干净 我们就用那个牙签 但是这个手法要注意一下啊 那个电极啊 里面那个i2电极不要把它搓断 因为我们就是搓一下里面那个 固化那个导电胶 原来残留下来那个胶 把它搓一下 因为它比较硬 用棉签 洗不干净 因为它是在那个玻璃那个啊 起脚那个地方啊 那个脚落那里 是因为它是在那个玻璃那个啊 是用棉签是比较难洗得到的 所以我们就用牙签把它搓一下 我们再可以把它搓干净 好 现在我们再用一下棉签 加上酒精 把它搓一下 用酒精把它搓一下 再拆着擦一下 擦多两次 再检查一下有没有那些残留的硬 比较硬的那个胶 清洗这个ITO电极这边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 过来这酒精把它擦拭一下 现在我们就是清洗PCB版那边的电极 好 涂点那个ACF去除液 正常来说我们 玻璃ITO电极那一边 我们如果能用饼铜跟酒精 能够清洗干净的话 我们就不用那个去除液 因为那个去除液有一定的腐蚀性 但是PCB版那一边呢 就可以涂点那个去除液可以把它反应 好 现在我们是涂点酒精 那反应一下呢 我们就可以用酒精把它擦拭干净 好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脏东西 清洗出来的 这是原来残留的那个胶来的 再换一个把它擦干净 再换酒精 然后顺着那个电极 顺着那个PCB版电极的方向查试一下 因为它中间的缝隙 电极与电极基金的缝隙 还有残留那个胶 要顺整的防线插尺才能把它擦干净 好 看一下 我们现在清洗的一个效果怎么样 好 先给它干净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那个 这个玻璃电极当边清洗的效果怎么样 我们可以把那个背光 我们测平台那个背光看一下 看的比较透亮 比较透亮都不会有什么杂技在里面 这个就是说通过右眼可以判断一下 就说里面没有什么张点啊 黑点啊 还有圆流残留的胶 都比较透亮一点 上线就是我们那个ITO电极 这样洗的话就比较合格 好 谢谢大家